我太激动了 国内银行卡 Visa GCB 万事达 AE 都可以成功付费 ChadGPT Plus 方便大了 事情是这样的 上周我像往常一样 打开ChadGPT后 发现怎么也登不上去了 账号被删了 然后我就在邮箱 看到这样一封邮件 可是我没有乱用啊 上网一搜 发现虚拟银卡 DPAY的问题 只要是用这个卡支付的 都会被封号 这下完了 上DPAY去问问客服怎么办吧 好家伙 打开一看 5月28日 一笔来自ChadGPT的 20刀的退款 赫然在目 也不用找了 基本黄了 不过ChadGPT真够意思啊 封号还把钱退回来 然后我就开始在网上 找其他方法 比如注册美区PayPal 美国实体卡 以及其他的虚拟银行卡 但是吧 PayPal现在的封控等级太高 需要美国实体手机号 Google Voice不行 注册不上 美国实体卡的话 持有成本太高 其他虚拟卡 万一以后再封号呢 ChadGPT注册一个号也不容易啊 而且虚拟卡手续费 也很高 正当一筹默展示 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渠道 不用PayPal 不用美区礼宾卡 也不用美国银行卡 用我们国内发行的银行卡 Visa GCB 万事达AE 都可以成功的方法 非常简单 分三步 首先你要换到日趋 换复方法 大家可以看我早期的视频 实在没有注册一个也可以 注册的话 你打开苹果日本官网 滑到最下面 打开翻译 点击管理苹果ID 创建苹果身份证 姓名这里支持中文 国家选日本 出生日期天个差不多的 别未成年就行 邮箱国内的可以 但前提是没有注册过App ID的 我试了QQ邮箱是可以的 密码8位 电话支持中国大陆的 很nice吧 反正我建议你赶紧的 注册的人多了 没准哪天就不行了 然后你会收到两次验证码 邮箱一次 手机一次 之后就注册好了 进到付款方式 这里你是为了卖plus 付款方式肯定不要选这个哪戏 选第二个 信用卡或借记卡 支持国内的万事达GCB VISA AE 银联我不知道 ChatGPT已经上架日服了 可以在App Store搜到 第二步在日服App Store搜索下载ChatGPT 第三下载好后打开登录 这里用你的苹果账户 谷歌账户还是email都可以 我用的谷歌 而且我这说一下 这个账户是我之前第一次注册 ChatGPT失败的谷歌账户 之后就在网约段永远无法注册了 一注册就显示违规什么的 但是我这次用手机就注册成功了 大家如果有某个邮箱注册不了 也可以试试拿手机 然后成功登录进来后 我们测试一下 英文可以 中文也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setting 这个按钮升级plus 3000日元 今天的汇率相当于152人民币 瞬间成功 不需要等一天甚至一分钟 用自己的银行卡非常方便 建议有条件的快充 说不定啥时候就又封堵了 我们先来测试看一下 是plus 去网约端看一下 plus没错 打开这两个按钮 刷一下 选GPT4 然后点这个并浏览 问问他今天有什么新闻 等很久 原来他是在各种网站查 就OK了 总之 日服充值比美服要方便很多 另外如果想取消的话 可以在手机的设计中取消订阅 建议有条件的快上 好了 本期就这样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